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其中一位还是退役的海军上将 他们在书里面到底是如何遐想十多年后的美中关系 他们要传达的信息又是什么呢 这几年美中关系日趋紧张 民间一直流传着美中必有一战的断言 尤其是在两国不断发生军事对峙的南中国海地区 这本近期出版的《2034》一本关于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 似乎正回应了民间的这种想象 小说开头描述的是2034年3月12号 中国在南中国海制造事端 将正在该水域自由航行的两艘美国的导弹驱逐舰击沉 与此同时一架美军的F-351战斗机 被伊朗军方黑客全面的控制 这样以美中两国为主要敌手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 最后导致核战争令两国人民生灵涂炭 书中描述了众多的在战争当中的关键角色 包括美国、中国、伊朗、俄罗斯 还有印度等国的高层官员以及普通的将士 本书作者之一的詹姆斯·斯塔弗利迪斯 是美国退役的海军上将 他的军事经历为描述这些人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但是他却在3月18号由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首发式加研讨会上说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避免战争 美国军队里常说军人才是最不想打仗的群体 20年前斯塔弗利迪斯上将曾经统帅过企业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支援美军在波斯湾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以及持久自由行动 想必他深知战争的滋味 而另外一位作者艾瑞特·阿克曼也曾经在美军的海军陆战队里面服役八年 他说其实本书想要表达的就是战争没有真正的胜者 不会是美国也不会是中国 这场冲突的受益者只会是其他的国家 从美国军人的角度来描绘这场美中两国的战争 书中却强调了中国具有的军事优势 在前面提到的战争开始的阶段 中国和伊朗是利用网络武器 使得美国的军事优势完全失灵 才成功的击溃了美国的战舰和战斗机 这虽然是一本遐想的小说 但是目前担任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切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的斯塔弗利迪斯 并不认为中国的军事优势是空穴来风 他说如果我们要与中国竞争 我们必须要保持技术上的优势 因为它们也上升得很快 他认为美国要保持技术优势有三个支柱非常关键 包括网络安全 无人机和海军陆战队突袭兵团 但是小说着重强调的是 参战各方的误判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就像这一次阿拉斯加的美中高层会晤 外界都以为这次会议只是象征性的 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判断 但结果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双方的首次见面就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斯塔夫利迪斯认为要避免中美对彼此的误判 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质疑所谓中美首脑热线并没有起作用 他还强调美国必须要清楚彼此红线在哪里 无论是现实还是小说 两位作者都强调人物是最关键的 斯塔夫利迪斯认为要避免双方误判 应该让中美首脑建立个人联系 让拜登和习近平彼此相互了解 阿克曼则说这本小说虽然写了不同国家的人物 但这来自他当军人时期的训练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思考对手是谁 两位作者都希望小说能够在人们心目当中留下的印象 是那些具体的人物 斯塔夫利迪斯则强调 小说所关照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人类 生活是美好的 我们要确保生活能继续 当我们放下这本书望向窗外 我们要对自己说 你要避免这场战争 但我们如何做呢 这或许正是所有人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报提中国 歧视总比要命强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3月20号 在会议上与中国代表交锋 他称身为非裔所经历的种族歧视 是一种挑战 但对中国和缅甸等国家 数以百万计的人而言 更是致命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汤马斯·格林菲德 在纪念国际消除 种族歧视日的 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说 无论在哪里 种族歧视仍是每天的挑战 但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 不只是挑战 更是致命 他说 像在缅甸 当地罗西亚等族群 遭到压制 虐待和杀害 为数惊人 或在中国 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 和其他的民族 和宗教少数族群 犯下了种族灭绝 与违反人道罪等罪行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 环球网的报道说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戴斌则回应说 美国代表作为非洲裔 在今天发言当中 难得公开承认 美国自身的人权劣迹 这更说明 美方没有资格 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他还说 如果美国真的关心人权 就该去解决 本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社会不公 警察暴力等问题 戴斌也强调 所谓新疆地区 存在种族灭绝的说法 荒谬绝伦 塔玛斯格林菲德表示 自己是黑奴的后裔 他提到自己在少女时期 担任保姆 所遭遇的种族歧视的经验 他说当时他照顾的孩子 问他是不是黑鬼 因为他父亲这么叫他 塔玛斯格林菲德说 我们有缺失 深层且严重的缺失 但我们会谈论 设法解决 我们不断努力 希望可以让这个国家 比当年创建时更好 中国胆敢指责美国 德国媒体说 都是川普惯的 美中高官在阿拉斯加大吵一架 德国媒体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新苏黎世报赞扬美国的对华强硬姿态 配得上国际领袖之地位 法兰克福汇报认为 剑拔弩张之下 中美依然有合作的空间 南德意志报则感慨 川普的倒行逆施 让中国都有资格去指责美国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瑞士的新苏黎世报 以美中对撞 但是阿拉斯加的争吵也有好处为题 刊发评论赞扬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对中方的明确表态 文章认为美国如果不这么做 中国就会继续以为美国正在衰落 文章说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面临着双重认知困境 一方面 美国国内一直怀疑拜登不够强硬 确实 拜登是在2020年选战期间 才成为了对华的鹰派 早年在奥巴马的麾下 他一直对美中合作抱有巨大的期待 但是拜登出任总统之后 不会重返当年的路线 毕竟美国的政治风向早已巨变 国会两党如今已经形成共识 中国是美国最具威胁的战略对手 而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则反复扬言 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强权 甚至都没有能力来维持国内的安定和秩序 因此中国的姿态日益自信 甚至有些趾高气昂 川普时代的混乱 胡桂山遭受的冲击 固然可以被解读为美国衰落的迹象 但是这也是误判 只要美国拿出政治意愿 用更加审慎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国力 美国就依然能够扮演好突出的世界强国的角色 作者认为在这一背景之下 美方在会谈当中强硬提及中国人权 南海争端等一些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文章说 当然强硬措辞并不足以对抗中国咄咄逼人的强国梦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对华政策往往是雷声大 余点小 他似乎只是执着于中国在对美贸易当中获得了太多的好处 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 川普却释放出令人困惑的信号 他和习近平称兄道弟 面对维吾尔人遭遇的暴行也不过只是怂怂肩 文章说如何评价拜登的对华政策 现在还为时过早 但是不管怎么样 拜登新政府释放出了令人鼓舞的信号 美国似乎已经从全局层面上应对中国挑战 在首轮高级别外交对华当中设置了明确的优先级 华盛顿正在修复川普时期受损的与亚太盟友的关系 展现出了其对华政策的核心思路 仅仅靠美国是无法应对中国挑战的 法兰克福汇报的短评 以演戏还是针对抗为题 指出美中对抗不可避免 但是即便是剑拔弩张之下 也依然有合作的空间 文章指这场对话的开场白让人们认识到 如果中美两国无法找到避免矛盾演变为公开冲突的方法 这场较量会走向何方 大家现在都已经明白 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争端 将是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之内的主要矛盾 但是这并不排斥两国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展开合作 在体制性的根本对立当中 双方也依然存在合作的空间 慕尼黑出版的《难得意志报》以川普时代的阴影为题 刊评指出阿拉斯加会场的争执当中 中国官员指责美国的人权和民主 而最诡调的是中国人也没有完全说错 文章说问题并不在于中方代表在对美方代表胡言乱语 有时候这确实是一种外交手段 问题也不在于中方打破了外交礼仪 在摄像机前而非在闭门会谈当中说假话 这同样也是打乱谈判对手的一种方法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人说的没错 文章说也许这么说有点太狠 确切一点应该说至少中国人没有完全说错 文章说美国有着诸多的社会问题政治缺陷 却依然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 这一点和中国式的专政有着云泥之别 忽视这一点的人一定是有意为之 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几年间 确保自由民主法治的一些规范和标准 在美国出现了滑坡 当一个举手投足都像北京当权者一样的人 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以上就是后果 川普实现了一项成就 那就是连中国都可以对美国的人权和民主直手画脚 这真的是一项相当特别的成就 文章还说 然而阿拉斯加的争吵也许也有其好处 这场争吵清晰的显示出 美中之间的对立并不仅仅局限于地缘战略或者是经济问题 而是事关意识形态 事关对国家或社会治理模式的认知 任何一个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都可以自己决定 到底是喜欢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 然而非自由国家统治者会贴心的帮助人们做这个决定 但是我们不能假装看不到中美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 就像中方代表在阿拉斯加所尝试的那样 文章还说 新总统拜登非常的了解这种差距 在他眼中 捍卫美国模式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这是一种非常老派的观点 拜登也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依然相信这是美国乃至西方招招天命的政治家 人们竟可以质疑美国是否还有意愿或者实力在担任半个世纪的世界警察 但是要是美国不当世界警察 就没人来当世界警察了 拜登登机三连衰 白宫说被风刮倒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说 总统拜登19号在登上总统专机空军1号时跌倒 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外界对这名78岁高龄总统健康的高度关注 但是白宫称拜登是被风刮倒 称拜登的情况百分之百的良好 综合每日邮报 纽约邮报 以及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 拜登当天上午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登上空军1号期间 三次步伐亮相 要用手抓住登机梯的扶手 但是第二次以及第三次亮相时站立不稳 第三次更失去平衡跌倒 双膝跪在阶梯上 拜登抓住扶手用力的站起来 接着继续登机 在进入机舱之前向机场的记者挥手 白宫通讯主任贝丁菲尔德事后将拜登的跌倒 归咎于微风 指当时风力太大 他自己登机的时候也几乎跌倒 他还表示拜登的情况百分之百的良好 不需要随机的医疗小组的任何处理 他还说那只是登悬梯的时候一次脚步的失误而已 报道称当时安德鲁基地的风力是每小时19里 按照国际认可的风力评级标准应该是微风 尽管白宫轻描淡写 但是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外界 对这位78岁高龄总统健康以及领导能力的关注 自拜登参选总统以来 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受到质疑 而拜登本人因为经常的说错他人的名字以及职务 而被质疑患有老年痴呆症 最新的例子是他在18号称副总统贺锦丽为总统 他去年11月份选举之前 在一个公开场合介绍他的孙女时 称他为自己因脑癌去世的儿子 拜登还因为去年11月份在遛狗的时候跌倒 导致了脚步鼓劣要用医疗用的靴子 除了白宫的淡化处理之外 很多主流媒体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在事发五个多小时之后 数家主流媒体的网页均没有提及 但社交媒体上有关拜登跌倒的消息 以及视频早已疯传 推特上有人合成照片 让全美橄榄球联盟知名球手 田纳西巨人队的亨利冲上去扶拜登一把 更是有人戏称拜登当时是被川普打出的高尔夫球给击中了 共和党人包括前总统川普的儿子小川普 均指媒体再次暴露了自己后代拜登 川普去年在西点军校演讲之后 弯腰慢慢走下一个光滑的斜坡 媒体曾大作文章 指川普体力不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ccording to Daniel